第四集 确定真伪 大不相同了 我在想我该怎么称呼你 你要探长 我现在怎么不值得你尊敬了 问你啊 我不明白 你卖给台湾林老板的那幅群山巍巍 是一幅假话 假话 你要探长 您是在跟我开玩笑吧 我像是跟你开玩笑的吗 刘探长 您是警察 说话要有证据 证据 行啊 我给你带来 你看看这个 这 这是一幅假话 虽然仿制得唯妙唯孝 但不是我江边所 这是江边大师写的 你说过呢 这幅群山巍巍是江边大师的真迹 可是江老先生确说这根本不是他画的 请问朱老板你做何解释 我解释什么 这幅群山巍巍究竟是真画还是假画 哎呀 会这么说呢 正面伟大 是或者不是 好 我跟你们这么说吧 只要是送到江边大师那里去的话 鉴定的结果十有八九是假画 伪作 赝品 你承认这幅是假画了 不不不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 怎么了 你的意思是 即使送去的是真画 鉴定的结果也会是假的 你有意思吧 不明白 哎 如果别人手里的话都是假画 那么真画在哪呢 只能在大师手里啊 你想要真画 那就得去向大师去买 所以江大师是一定要这么说的 看来我真应该叫你一声朱老板 我就是老板 为律师徒见钱眼开 不赚钱我做什么老板呢 所以你就出售假画 没着良心赚钱 所以你就提供假的情报 干扰我们破案 打住打住 你别给我上纲上线扣帽子了 我这个小老百姓 担待不起 好 我再问你一遍 你出售给台湾林老板这幅画 究竟是一幅真画 还是一幅假画 您不是已经知道了 怎么还来问我 正面回答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已经正面回答 假画 你终于说实话了 假画又怎么了 现在假画还少吗 画廊拍卖会你去干干去 不要少见多怪 你还有理啊 这不是有理没你的问题啊 这是一种客观存在 你还客观存在 你这个开画廊的老板 就能卖假货 就应该卖假货了 苗探长 你们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 你以为开画廊就这么容易啊 一定能赚钱啊 现在的人 他情愿花几千块买一只抽水马桶 花上万块买一台背头电视 就是舍不得花差不多的钱 去买一幅原创的艺术作品 上百万的一套房子 可墙上挂的全是一些狗屎 那又怎么样 那我们怎么活呢 我姓朱的画的画 不是自我吹嘘啊 在上海滩也排得上号的 可是谁来买我的画 开价两百块一幅 三百块一幅 还得让人家条条件件 那些大师画的画 动辄几万几十万 他们画画比画人民币还容易 你说这公平吗 人家是大师嘛 狗屁 我的画比大师差哪了 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 可是我的身价比起他们 何止差十万八千里又 所以你的心态就不平衡了 就要以假冲真 谋取暴力 什么暴力 只是从中分得一杯残羹而已 你知道吧 受假是一种欺骗行为啊 那那那 这个你们就不懂了吧 书画市场永远有假话 过去有 现在有 将来必定还有 王羲之知道吗 他的蓝亭絮你知道吗 价值连城啊 现代人看到的蓝亭絮 这是古人临摹的复制品 原作早就散失了 你就感恩戴德 谢谢古人为我们造假吧 你还说古人 古人可以明白无误的告诉世人 他是临摹复制的 而你呢 这冒充说是原作 这个是明目张胆的欺诈行为啊 我们国家的著作法有明文规定的 凡制作和销售冒名假话 均属侵犯艺术家著作的行为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 或情节严重 除了处罚金以外 还可以判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啊 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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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肃点 怎么 苗探长 你这个学生还真要抓我这个老师啊 你现在是老板 告诉你 如果你违法 我就要执法 你执不了我的法 告诉你 你刚才说的什么什么的 跟我浑身不搭剑 怎么了 你说我搞欺诈 是不是 我存心蒙你才是欺诈你 对不对 可是如果对方明知道我在蒙他 他心甘情愿的被我蒙 他巴不得求我蒙他 你们说说 这是我欺诈他呢 还叫他欺诈我呀 哦 听你的意思 这个台湾林老板知道这幅画是假的 他当然知道 不信你们可先问我他 哦 八万块就想买江边大师的群山巍巍啊 做梦去吧 哦 我我我我听明白了 哦 你们两个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愿打 一个愿挨 对不对 岂止是周瑜打黄盖 不说是挑开天窗说亮话 也是瞎子吃馄饨心里有数 在书画市场上 只要是有点层次的 都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说的好听些是心领神愧 心照不圈 说的难听点啊 那就是沆瀉一气狼狈为奸 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刑警803 那位台湾林老板明白无误的知道 我卖给他的只是一幅 临摹复制品 我懂法 我不违法 你治不了我 那你硬说这幅画是真话 提供虚假情况 干扰我们办案 别当何罪 是的 嗯 我说了假话 但是情有可言 因为我不知道你们究竟要办的是什么案子 不知者不怪罪 你 你说了假话总是事实吧 我承认 我承认我说了假话 说假话就是犯罪吗 不 我没有犯罪 而是犯了一个不应该犯的错误 你们可以批评教育我 我接受批评教育 我改 还不行吗 你们总不至于不允许我改正错误吧 我怎么了 怎么了 我只是在摆事实讲道理 苗探长 我没说错 好好好 你没说错 你没有说实话 只是犯错 而不是犯罪 你没说错 你和台湾林老板之一的交易 虽然不那么正也不那么黑 你们钻了法律的控制 法律似乎奈何不了你们 这也没说错 苗探长既严格执法 又不冤枉一个好人 可是 我有一件事情要问朱老板 我希望朱老板 现在一定要说实话 再不要犯已经犯过的错误 没问题 问吧 好 这幅群山巍巍 是一幅林老纺制之作 可是朱老板能否告诉我 花这幅讲话的作者是谁 是谁 朱老板 刚才不是答应过我的吗 好 我说 是谁 是一个人 当然是一个人 一个男人 说 四十多岁 接着说 半年多前吧 他到画廊来 拿出一幅画 说是江边大师的群山巍巍 要出售 他开价是十万的 那我就跟他砍价了 最后砍到了四万 我付了他现钞 他就走了 后来呢 后来后来我就把画挂在殿堂里啊 标价十万等人来买啊 说下去 就这些了 就这些了 那他长什么样子 哪来的 住哪干什么的 跟什么来往 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就是一般般的一个人啊 哪来的是干什么的 这这这我不知道 我没问他 好了 我知道 我全说了 你知道他拿来的这幅画是假话 是吧 知道 我是干什么的呀 那他 更没跟你说这是一幅假话呢 他怎么会说呢 哦 我要问他 你都说完了 说完了 说完了 啊 继续属实 好 呃 现在该我说了啊 嗯 我 再重复一次 我国著作法的有关规定 嗯 听好了 凡制作或销售冒名假话 均属侵犯艺术家著作的行为 啊 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的 除了处罚金以外 还可判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嗯 听明白了吧 我懂 刚才朱老板说 你知道那个男人出售的是一幅假话 嗯 可是你还是把这幅假话挂在画廊里出售 朱老板犯有销售假话的侵权行为 我没说错吧 嗯 这 这个 当然 制作假话的不是你朱老板了 嗯 而是那个出售假话的男人 是不是 是 或者是别的什么人 是吧 嗯 那么我们会找那个人的 可是现在我告诉你 我们可以立案侦查这起制作销售假话案 第一个犯罪嫌言就是你 朱老板 嗯 是吧 呵呵呵 小乔 在 呃 你现在回总队他 申请对古金堂画廊朱老板的居留证 我在这陪着他 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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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松手啊 哎 松手 你防止我们执行公务了 你这是何必 哎 朱老板 朱老板 你干嘛 松手啊 我 好 我说实话还不行吗 呵呵呵 听朱老板的意思 刚才你又犯错误了 我改正 我现在就改正 我改正还不行吗 好好好 小乔 嗯 你看见没有 朱老板要改正了啊 我们就让他改正好不好 好 先听听他说什么 好吧 嗯 说吧 说 刚才 我没说实话 我知道你没说实话 这幅画呢 嗯 不是那个男人画的 嗯 是啊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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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个人画的 另外这个人是谁啊 对 这 啊 是我 嗯 这幅群山巍巍 是你画的 是我画的 真的是你 是我 好 我的画不值钱 江大师的画值钱 我就临摹仿造大师的画 卖大价钱 从中谋取暴力 嗯 你们还不信啊 好 我给你们看 我这儿还有两幅呢 嗯 嗯 朱老板冲到殿堂后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 取出两句画来 展开一看 是两幅山水画 署名 君为江边 哎 你们看 你们看看 这都是我画的 算我倒霉撞在你们墙口上了 哎 哎 怎么 你们还不相信我呀 行了 这两幅画 加上这一幅群山巍巍 先留在我们这 明天上午 朱老板 画廊几点开门 九点半 好 十点整 那位台湾的领导板会到这来的 他持有一份行政总队开的证明 听证明 你把他买画的钱 退还给他 啊 记住没有 明天上午十点 凭证明退钱 嗯 好的 嗯 哎 谁啊 他让我小军 案情有重大发现 我查总队的答案 十四年前 东安宾馆 一幅明家故障被盗 也是江边大使的话 报告者呢 是用假身份证 入住饭店 改跟这次一样 然后死去换的 案子队中没有过 他长 你知道当时是谁办的这个案子 谁啊 刘刚 刘刚 刘副总队长 听丁小军这么一说 苗震不由大池一惊 难道 大名鼎鼎的刘刚副总队长 也有破不了的案 第二天一早 苗震 丁小军和乔琳娜 便等候在刘刚副总队长的办公室门外 刘总早 刘总早 走 干什么呢 怎么三个人都站在这 我们等刘总汇报工作 是吗 来来来 请进 坐 我开开窗 透透气 要喝水自己倒 我要喝水 刘总 茶给您泡好了 谢谢 不谢 苗震 说吧 好好好 刘总 我们正在办一个案子 金郎大酒店会议厅的一幅名画被盗 价值数十万人民币 我知道这个案子 你们支队已经报上来了 进展情况怎么样 没什么进展 入住酒店的犯罪嫌疑人用的是假身份证 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呀 正面攻不上就迂回包抄 旁锹撤击 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呀 刘总啊 怎么个迂回包抄旁锹撤击呢 苗震 这古人说过呀 功夫在师外 办案也是这个道理 刘总 这个办案怎么搞得跟写诗似的 还有点深奥 你呀 慢慢体会去吧 刘总啊 我们查了对比的档案 十四年前也有一些类似的案子 东安宾馆一幅名家的国画被盗 是刘总 您把档案 十四年前 等等等等 你让我想想 东安宾馆 有这个印象 来 我查查我的工作日记 十四年前 十四年前 这是一九八九年 一九九零年 这日子过得真快 都上个世纪的事 一九九零年 在这 对 在这 找到了 东安宾馆 被盗国画两幅 不是两幅 是一幅 我这记录的是两幅 作者均为著名的国画大师 江边 案子未破 怎么会没破呢 就是让刘总神探没有破不了的案 谁说我是神探 你说的 大家都这么说 我是人 不是人 是个人办案 总会有破不了的案子 有的一时破不了 有的十年八年破不了 有的可能就是个死案 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 办案子 一个道理 刘总 当年这个案子是怎么回事 是这么回事 先是东安宾馆报警 客房的一幅名家国画被盗 我们就去了解情况 也是假身份证住店 那个时候还没有监控设备 完全是个无头案 所以我们就去拜访了被盗国画的作者 著名国画大师江边先生 我就想知道 这个犯罪嫌疑人 为什么要偷他的话 因为江大师的话值钱 不不不 不完全因为这个 有些情况你们是不知道 这个东安宾馆 是文革后建造的大饭店 那么当时上海的高级宾馆 饭店酒店那是屈指可数 跟现在是不好比 所以这个饭店开张的时候 就请了一大批画家 为饭店作画 可以这么说吧 这东安宾馆的每一间客房 都挂着名家的画呢 是吗 那饭店靠这批画 就可以发大财了 那时候名家的一幅画 价位跟现在差远了 我就想了 这饭店里那么多名家的画 为什么偏偏偷江边的呢 所以我就找上门去了 江老先生说起 有一个803向他了解过情况 原来就是刘总民 是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懂画 所以就想请教江边先生 谁知道当时在东区发生了一系列夜半抢劫案 弄得个人形惶惶 总队呢 就把我调去办那个案子了 等破了抢劫案 差不多一个多月都过去了 我又回到东安宾馆 这个饭店的经理说 这个案子到此为止 别办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让办了 就是 那个总经理说 那幅画不值什么钱 谁说的 江大师的话只几十万的呢 这 哎呀 刘总不是说了吗 那款的价位和现在不一样 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 那会儿这位江大师画一幅画 饭店只给他300块钱润笔费 300块 有的话叫画一幅 给你一箱茅台酒 有这样的事 此一时彼一时 后来才知道 是一位服务员悄悄告诉我的 说这饭店里又丢了一幅画 那更要报案了 恰恰相反 饭店的总经理怕上边怪罪 还怕影响饭店的声誉 所以硬压着不让报案 他让人把每个房间里名家的话 全都给撤下来 统统换上了花花绿绿的印刷品了 哎 那我有个想法 你看 十四年前有人在饭店偷江边大师的话 嗯 十四年后呢 又有人在酒店偷江边大师的话 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有这个可能 呃 刘总啊 我想 假如当时饭店要求你们办案 你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我会向江边先生请教 怎么欣赏他的画 我要把饭店客房里挂的那些名家的画 一服不辣的 统统看个面 我还要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这就是刘总刚才说的 功夫在事外 苗正从刘刚副总队长的一番话中得到了启示 他下一步会如何做了 请继续收听大型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 刚才播送的是系列广播剧 刑警803追话 第四集 确定真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